欢迎再度回到节目现场听海音说故事 提到了印象派大师莫内 就让人想起这一系列的睡帘画作 而现在画中的元素 睡帘 垂柳 日本桥 也被有心人栽种 合力打造出莫内花园的场景 在桃园关一乡的廖运挺一家人 就是这座花园的幕后推手 廖运挺在退休之后开始捏花惹草 而念商业设计的儿子也加入其中 两位园丁穿梭在园子里 除了睡帘之外 还种下了两到三百种的花卉 让赏花客仿佛就置身在名画中 为此 廖妈妈跟女儿 还自己熬煮了新鲜的番茄酱 做成了各式的蔬食料理跟法式面包 这一家人合力经营 让旅客跟莫内有了一场最美丽的卸购 穿过蜿蜒小镜 拨开珠连 呈现在眼前的这一幕景象是不是似曾相似呢 朵朵睡帘静密地躺着 一旁垂柳倒映在水中 像是和连夜抢着凑热闹 错落的花草间横跨着日式拱桥 这不就是印象派大师墨内笔下的花园吗 曾经看过墨内花园的场景吗 我们就在网上下载而已 所以你根本没有看过 没有去过 就是用画当作一个构图的巧思这样子 和老爸花了14年时间 才一点一滴建构出墨内花园 但当花草都长出来 这才发现就大了 他们只是看到照片以后 就开始把树木真实种了下去了 结果后来我回来之后发现一件事 你怎么前景跟后景是颠倒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柳树在前方 然后其实标准的 他们的那颗垂是在后方 台湾1001个故事采访小组 就曾经走访位于巴黎西郊的 吉维尼花园 墨内就是在这儿 画下一系列的水灵画作 一片绿色和谐中 最为人称赞的 就是它对光影和色彩的掌握 而柳树就是种植在日本桥后方 把名画场景导致了 廖俊成实在很不好意思 但赏景的民众 当然也没特别抓漏 因为他们瞧出的是另外一番景象 那个它也是有一个池塘 有那个柳树很漂亮 西湖 好像是 画是不可能这么美 这实际的最美 14年前廖爸退休 就在自家田地上享受物浓乐趣 种其火龙果 角白笋和莲花 刚好遇上观音箱 大力推广莲花产业 全家人就投入种植税帘 廖家两位大男人 因此成为花园园丁 他对植物是比较有兴趣的 他参与这个 就是可以帮助 帮助老人家做事 税帘还只是家族花园的一部分 廖俊成还从田围引进各式花卉 一步出长廊小镜 就有一大片的紫色小天使迎接着 艳丽的美国刺樱桃也高挂枝头 只有玩家在玩的马达加斯加种 有一个人高的大海域 也让人大开眼界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色彩缤纷的扶桑花 大部分的扶桑 都是由种子培养起来的 那种子来源的话 大部分是有些是进口的 有些是台湾几个花有所培育出来的种子 所以它的那个变化量非常大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很多很奇怪颜色的 从金属的颜色到鲜艳的红色都有 老八是公务员 儿子学的是商业设计 对原艺都是半路出家 温带 热带或者是花旗 常常分不清的情况下 一开始种下的花卉 只有二分之一存活 他们笑着说 都是靠缴学费在学经验 种植物其实还是要适地适做 就是适合当地的植物才引进来回来种 如今已经有两到三百种的花卉 特别还种起防风林来保护 许多摄影同好 不惜花上一整夜捕捉花开的美好 为了眼前这片美景 63岁的廖妈和女儿还一起研发蔬食料理 从石井南瓜焗烤饭到田园蔬菜铁锅饭 每一道都包裹着六样以上的蔬菜 色彩之丰富 就像是满园盛开的花朵 因为现在人肉食吃得很多 所以我们主打是蔬食 因为我们都有新鲜菇 新鲜的高丽菜 还有新鲜的一些瓜果类这样子 像小黄瓜 高丽菜 青花菜 甜豆 六妈还以新鲜番茄熬煮番茄酱 搭配起司 香草 三者相互交融 制作成焗烤法式面包 浓郁的酱汁像是吃进整颗番茄 奥不烂的就 他们可以吃到番茄的快 他们吃意大利面就可以吃到番茄快 我吃起来它的甜度比较高 那个买回来的酱汁它很死咸 吃餐配茶 喝到的茶 还是新鲜现采的莲花所做成的茶 碎莲通常可以开三次 就三天 三天期间 它晚上时间合夹 那我们通常采泡莲花茶的碎莲花 通常采第一天的莲花 那第二 因为第一天莲花有莲花蜜 所以比较香 那如果看它的莲花是第一天 第二天就看它这边的莲花花心 像这一朵这是第一天的莲花茶 这一朵是 这边花蜜还没打开 鲜采莲花泡茶不管花朵什么颜色 泡出的茶水都是淡黄色 而且略带花香 越喝会越上瘾 花期是四到十一月 所以不是随时来都可以喝到 也因为经营有成 台北的植物园还来着取经 希望大王莲也可以长得如此美好 其实每种花卉 除了开花之美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世纪变化美 还有嫩芽的美 我就觉得台湾慢慢走向 去欣赏植物的细微的美 1480坪的园区 可以说是相当迷你版的花园 打造墨内睡莲池给人的感动 虽然没有获得法国官方认证 但也让女人和墨内 有了场最美丽的邂购